因应网友的要求,要介绍海芯的功效和营养已经说了 现在当然要介绍,你懂不懂得吃海芯呢? 其实海芯是包心次兔里面的第二名 所以它是世界的真品植品之一 它这个蛋白质,粗的脂肪,碳水化合物,氨基酸,其他的营养素和矿物质 都是很丰富的 最好的就是它的胆固醇含量,几乎是零的 所以海芯是很多人都认为一个很好的滋补食品 它的肉质很细软,有弹性,真的挺好吃的 但是它的营养这么丰富,一般人都是可以食用 除了我现在提及以下这些,你就要小心了 第一,就是小孩不适宜吃海芯 因为专家认为这个海芯的胶质蛋白是很多 但是它是属于一种叫做不完全的蛋白 营养价值是比较低的,所以儿童是并不适宜 第二,对海鲜或者蛋白质过敏的人不适宜 第三,如果你有肚射的,最好暂时不吃海芯 因为海芯有潤肠潤醋的功效 第四,当你伤风感冒,身体发热的,亦不可以吃了 第五,就是尿酸高,有痛风症的人 有关节炎和内风湿关节炎的人都不适宜多吃 因为海芯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在代謝过程中会产生较多的尿酸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排泄,就被人体吸收 在这些关节中形成尿酸炎结晶 那就会加重患者的疾病了 第六点,肝脏肾脏功能不是那么好的人 不适宜吃那么多的,有时是不好吃的 因为它的蛋白质很高,就会增加了肾脏负担 同时肝脏疾病的患者每天需要适量的定量优质蛋白 如果你吃了过量,反而令肝脏带来一定的压力 如果真的觉得这个是有益想摄取的 每天是不超过50-100克胃2克 第七,就是脾胃虚弱的人时是比较吃少一点,安全了 因为它是比较难消化的,它的蛋白质含量那么高 难消化,脾胃虚弱吃下去就增加胃的负担 所以小吃是可以,多吃就坏肚皮了 第八点,就是孕妇方面 孕妇在暴雨期间的妇女吃海芯是最适宜的这个时间 但是要注意的是,暴雨期妇女服用海芯 确实能够提高了婴儿的免疫力 但是过量服用的效果是很严重的 你的奶量会大量减少,而婴儿会高度亢奋 还有少数的婴儿在几个月身体里面 或者在皮肤里面都发现了多块脂肪瘤 所以小吃为适宜过量就有严重的效果了 第九,就是容易对蛋白质过敏的人 当然是不适宜吃海芯 同时,如果是癌病的患者 手术前是不可以吃的 你术后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吃它 是对你有一个护疗作用的 除了不适宜的人群 知道了之后,还要知道它的禁忌 它有几样东西是不可以一起和它服用的 第一,就是不适宜和含油酸的水果一起食用 因为海芯中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质的营养成分 而那些油酸水果,如葡萄籽、林齿、山楂、石楼 这些水果,它的油酸是过多的 同时,食用就会令到你的蛋白质凝固了 难以消化和急收 那你就会出现肚痛、作呕、胃胀着的感觉了 第二,就是海芯不能跟金属一起服用 第三,很多时候人都会犯过失制 加了一些醋 终于认为加醋是不行的 因为海芯营养的食疗价值是很高的 如果你做海芯的时候加了醋 在营养方面会大打折扣 为什么呢?因为酸性环境令到那些胶原蛋白的 空间结构会发生个变化 蛋白质分子就出现不同程度的刑插和紧缩了 所以加了醋的海芯 不知道吃起来口感、味道都大打折扣 它的胶原蛋白受到破坏之后 营养自然也是大打折扣 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吃海芯的时候 一定不要犯这些禁忌 否则你就会损失很多营养的了 我们就开始营养你了 好 这个 这 这个 这 这个 这个 这 这